那当然呢 在这一次的七中选举里面 我们也需要大家帮忙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义工 很多的祷告 也都需要大家的参与和帮忙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有可能去打一个翻身仗 要知道 打这场仗真的一点也不简单 需要确实的 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们才有可能翻转 我也鼓励大家 不管你在哪里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积极地参与到 你们当地的选举当中 那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个活动 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 1点45分的时候 在南加州的核桃市市政府门口 我们将举办走岛军团的祷告活动 那么在这一次的祷告活动里面呢 有核桃市市长 联邦国会加州38区的候选人秦振国 以及加州30区的参议员候选人 Mish Clements 加州56区的众议员候选人 Jessica Martinez 还有加州64区的众议员候选人 Raoul Ortiz You first campaign 这四位候选人 来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转化属灵的空气 宣告神的话语 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州 还有我们的地区 为这一次即将到来的七中选举 带来祝福和宣告神的主权 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知道呢 那有很多的牧者还有很多祷告的勇士 现在都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爱国的朋友也都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和你选区的候选人面对面的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 那如果你是住在南加州的话呢 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加入到这次的活动当中 那由于呢当天我们要走路 所以请大家穿着舒适的衣服和鞋子 那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提供饮用水 我又查看当天的温度 礼拜天啊 温度不是很高 热浪已经过去了 是一个休闲走路非常好的机会 欢迎大家来 也欢迎大家叫朋友一起来 请大家来看我们的评论区 以及信息栏的线上报名的方式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626408-8872来打电话报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